大家好,我是文睿,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4号 今天我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在看法广的网站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到了三个中国官员的说的一些话 首先我先把这些话的内容给大家念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分析 首先是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日前在中国经济年约会上声称 尽管面对重重压力,中国经济依旧风景这边独好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然后他又说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在高基期上仍能成长6%以上 他这个高基期,我的理解就是在已经很高的基础的期间 这么个意思,仍能成长6%以上 非常值得称道 据韩文秀说,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也就是GDP将突破1万美元 中国将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这是第一个官员的提到的内容 第二个官员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鸿才 在接受采访时说,2025年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时间关键点 6年后,中国人均GDP 这个6年后就是指的这个2025年 6年后,中国人均GDP革望较目前成长至少30% 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人均1.3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这是第二个官员说的话 第三个官员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平 他说什么呢 他在2020财经峰号上说 2049年中国人均GDP渴望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 若保持目前的态势 中国会在2025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 整体GDP革望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就是这三个官员他们说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 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然后我就简单说一下了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一定了解 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快速的发展 经历了一些年以后 他们整体的平均的人均GDP 能达到比如说5000美金 就进入到了一种中等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他们人力成本的增加 原材料成本的增加等等 他们的产品和一些相对穷一点的国家 他产品成本上升了 没有竞争力了 但是他们这个国家 还不能生产出那种 具有高负价值的产品 所以就处在了一种 高不成低不就的那样一个状态 就出整个的国民收入 就陷入到了一种陷阱就再上去了 但是如果能突破这个陷阱的话 能达到人均收入 它有一个关键值 就是12600美金 如果能够超越平均GDP 能够超越这个数值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国家 突破了这个陷阱 已经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 这个数字就是12600美金 这是一个关键值 刚才那个有一个官员部提到了 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 有望达到1.3万美金 所以他就强调中国可能会进入到 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这个行列 怎么说呢 就是看了他们的这些发言报 他们说的那些内容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以前我觉得这些官员 他们可能是知道事情 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他们可能是主动被动 或者是有一些压力 他没办法 他就不得不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一些假话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 但是我现在越看吧 我就越琢磨 好像很多这些中国的这些官员 他们其实是真不明白 我觉得 他们真的可能是那么认为的 比如说刚才有一官员部讲 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吗 他可能真是那么想的 他一琢磨 我们国家 现在一年还有6%的GDP的成长率 其他的国家 有的很多都是1%2% 我们这不就是风景这边独好吗 他真的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很多制定政策的 引领中国发展的这些官员 他们得到的数据都是假的 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在这个假的基础上 他们依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我感觉 比如说就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新闻 中国有几千家的影视公司关门了 因为没有钱了 还有一万多家的教育机构 就是关停了 关门了 没有学生来学 没有收入 就停了的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 它一个恶化的 一些非常明显的标志 我不知道它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是我的一些感觉吧 就是谈到这个GDP 就是说你按照GDP这个指标来恒定这个国家国民的收入 富裕程度的话 在其他国家可能可以 但是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拿GDP来衡量不行 因为什么 GDP它很多是有水分的 我们看这个GDP 就是说好像它很有规律 最好6.96.56.3到今年6 具体是不是这个数字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看到这几年数字是很有规律的 就是我们学理工科的人都知道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说很多数据吧 其实它是变化是幅度是很大的 我们在看论文的时候吧 包括我就是这样 我一看到一个数据 是非常有规律的 非常完美的 我马上就会怀疑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 它是不是在编这个数据 你看中国整个上的GDP下降 它那个幅度 我感觉它就是编的 这个不是我说了 而且很多人在讲 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官员都在讲 中国的GDP是掺水分的 那个数字是假的 而且把这些水分挤掉以后 就是实实在在的 看这个GDP的话 很多GDP是无用的GDP 就是对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是无用的无效的GDP 最典型的就是铁公鸡 对吧 你投入进去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它的实质收入 经济生活方面的改善 没有太大的作用 对吧 那有人说了 就是搞一些技术式建设 起码有一些民营企业 能够拿到一些订单 能搞一些工程 这些企业能还有一些收入 也就仅此而言 而且很多这些项目的 这些民营企业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还没拿到钱 还在跟政府交涉 对吧 总之吧 就是看中国的GDP 就说中国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 这个变富裕了 这个我觉得不客观 咱们实实在在的讲 我这段时间一直做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节目 很多朋友留言 现在整个中国国内生活挺不容易的 一般来讲 就是说三四线城市 包括农村 就是说一个月能收入个两三千块钱 这个情况是太普遍太普遍了 很多人就是就一两千块钱 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那现在一斤猪肉就多少钱 一斤猪肉就好几十块 所以说拿着这一两千两三千块钱 真的是生活挺不容易的 即便是到了二线一线城市 对吧 那些白领 一个月挣一万多 这就算挺不错了吧 对吧 一万多两万 这就算挺不错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 其实依旧是很紧张的 为什么呢 整个在这一二线城市 它的整个消费水平是非常高的 对吧 就和这些欧美国家比 咱们就不比相对值 就比这个绝对值 房子 大家都知道 很多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房子的价格已经超越美国了 就是绝对的值超越美国了 包括汽车 我刚才还简单看了一下 就是中国国内的韩国产的 现代其他汽车的价格 跟韩国差不多 跟韩国差不多 这还是韩国汽车在中国国内 它卖的不好 打折以后的情况 是吧 对吧 大家以前也听说这样的消息 像星巴克 对不对 星巴克的咖啡 在中国北京卖的 比伦敦 比纽约 比东京 价格都要贵 所以说这些白领 即便是拿着一万多块钱的工资 它这个工资水平 其实跟欧美国家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实质上 他们消费的水平 物价已经是超越了很多欧美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说这些 即便这些白领 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旦失业的话 就更加的不容易 对吧 所以没有那么富裕 我们看到就一些富裕的国家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往往很多这些富裕的国家 他们富裕的原因 咱们不谈底层的文化 人文修养 素质的这些咱先不谈 就表面看了的话 这些国家它为什么富裕 它就是能创造一些 有高负价值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而且别的国家很难取代的那种 有价值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 对吧 比如说给大家 咱们一个一个看 比如说韩国 它能生产内存散存 对吧 就是卖的非常好 一年出口的话 恨不得能卖1000亿美金 这样的规模 日本的话 有它的精密仪器 包括它的非常好的化工材料 对吧 包括它的汽车 美国的话就不用提了 它的手机 它的芯片 对不对 那些网络公司提供的那种 非常好的那些服务 对不对 包括像荷兰 有它的ASM这公司 它的光刻机 一台就1亿美金以上 德国 对吧 它的汽车奔驰宝马 这就不用说了 就这些国家 它都能创造出这些产品 对吧 非常的抢手 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副价值还非常高 然后他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赚取美金 那除了一些国家以外 还有一些国家 比如像沙特 对吧 有非常大量的高质的石油 像新西兰 它的畜牧业 它的鱼业 都非常的发达 但人口还非常少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国家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特征 要么就是自己能创造出那种非常好的 那种有价值的产品服务 要么就是天然的 有非常好的那种优势 等等 但是我们看中国有什么呢 这些年 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 我看到的情况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看整个中国经济发展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人他想开饭店 他想开饭店的话 他怎么做 他先把房子盖得特别漂亮 然后里面的装潢也搞得特别好 然后做一板凳买的也特别好 锅碗瓢盆也全都弄得非常好 对吧 然后他要开饭店 问题是什么呢 他做不出好吃的菜了 就这个菜 你要想挣钱吗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菜做得非常好吃 对吧 然后你这独一无二 你可以卖的很贵 对不对 然后人还非常多 大家都喜欢你 谁也取代不了你 这样你能赚钱 对吧 但是呢 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菜 做菜很平庸 来的人也少 没办法 只能降价 你降价的话 那你前期这些投入都回不来 对吧 也就是说你创造不出那种核心的 有价值的产品 就是这样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我看到就是这样 对吧 楼建的挺好 铁路建的很好 机场建的很好 对吧 什么都搞得很好 然后电商 电商平台也搞得很好 对吧 物流也都搞得很好 关键是 你核心得有那个产品 如果你没有那个核心 有价值的产品 你这些东西 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的 它并不能给持续的给民众 创造那种就是财富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那有人说了 那我们国家 就是中国的手机 不是也挺好吗 在全世界卖的多好 这个手机说白了 它其实是给一些其他的 一些核心零组件的那些国家 创造财富了 对吧 包括汽车也是如此 那有人说了 那中国现在不是也在发展芯片吗 面板对不对 电池等等这些产业 怎么说呢 这些产业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补贴的话 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对吧 现在整个发展前景也并不是很明朗 那有人说了 给中国点时间 慢慢 对吧 都需要一个过程 怎么说呢 咱们看整个中国的产业的发展 比如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发展了好多好多年了 对吧 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 有没有说一个品牌能在世界上非常知名的 对吧 我们知道有吉利汽车 但是吉利汽车它在全世界是有一些国家有卖 但是都价钱非常便宜 认知度也并不是那么高 对吧 我就看汽车产业在中国的发展 我就知道 基本我能看出来其他产业 像芯片这个产业比汽车产业还要难 我觉得 它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未来 对吧 不仅如此 这些年搞房地产等等 搞这些产业的发展 就是把整个中国的那些环境都给污染 很多资源都浪费掉了 对吧 就是这些自然的这些财富 也大量的消耗 而且目前看不出能创造出什么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去从外面持续的去赚美金 所以整个中国的这些财富 它又是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 怎么可能一步步走入到 这个高收入的国家当中去呢 我觉得 只能是在未来越来越穷 越来越穷 对吧 大家怎么样能减缓这个穷的速度 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而且我如果要控制不好的话 这个返回到贫穷状态的速度 会很快 在目前的体制之下 那怎么办 在目前现行的体制之下 我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 对吧 你只能是 要说想改变这个局面 只能是实现私有化 对不对 法治 对吧 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释放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中国人不是聪明吗 那样的话可以 否则在这个制度下 现在就是什么样 有钱的人和有能力的人都在往外走 大家看到都在往外走 对不对 现在在中国政府里面做决策的人呢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官员 他们说的那些话 对吧 他们真信 真的是那么想的 那你说 中国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啊 所以真的是挺让人担心的 就是这样 行 今天吧 咱们就聊到这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